我們已經走很久了 走很久了 我們一直走很久了 都沒有休息過 而且我們還要自己走馬路 自己走馬路喔 好 姐姐教我過 不到十歲的小姐妹 真的走得有夠久 好不容易有地方休息 才結束馬路今婚季 爸爸媽媽還外財了 外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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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個不要同時講話 小姐妹經歷嘩啦 同時發生聽不懂 連安置他們的阿伯也招架不住 這畫面太可愛 遠景也忍不住笑出來 原來這對八歲跟七歲的小姐妹 被民眾發現 在超商神色慌張 一問之下 原來是疫情期間 沒上學門太久 小姐妹趁爸爸不注意 手牽手偷流出家門找朋友 家住鳳山區巴德路 卻一路走到林雅區光華一路 大約五公里路程 就走超過一小時 這時候因為倒無聊 才來回家要找朋友 探完找同學 小姐妹偷跑出門 街頭流浪五公里 還好熱心民眾發現 警方最後也透過他們 隨身帶的手機 找到家長的聯絡方式 平安跟爸媽團圓 看來疫情警戒 連宅在家的小朋友 也真的都悶壞了 記者李宜清高雄報導